苹果公司交易代码为AAPL 今天公布了2015财年第三财季的业绩结果 苹果公司第三财季的净营收为496.05亿美元 高于去年同期的374.32亿美元 净利润为106.77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的77.48亿美元增长了38% 第三财季的iPhone销量是4750万部 不及预期 与此同时呢 iPad和MacBook电脑的销量也是高于预期的 苹果没有披露具体的苹果手表的销量结果 但是预期销量是4100万部 同时呢 苹果公司还下调了第四季度的业绩展望 预计季度营收在491到510亿美元之间 受此影响呢 苹果公司盘后股价大跌于7% 保122.2亿美元